原标题 男孩子试探女生的喜欢表现有哪些呢 在生活中都初开的女孩子 在面对感情的时分 也不晓得本人终究应该去怎样表达情感 因而在内心来说 也盼望着有一个男生可以主动来向本人表达爱意 女生等男生主动的表现 男孩子一定要来理解 要晓得女孩子一旦对男生动了感情以后 也是在默默地付出着 固然女孩子还没有启齿说出我喜欢男生三个字 不过在行动来说 早就曾经表达了本人的企图 那么男孩子试探女生的喜欢表现有哪些呢 1.面夸其他女人 在生活中男生能够伪装随意约她进来 不嫌不但和她聊天 然后提起一个男生一同认识的女性朋友 称喻她的气质和美貌 假如不这样做 男生也能够赞誉男生见过的女孩 任何对男生感性味的女人都不会无动于衷 或许他们会伪装宁静和冷漠 但他们的心一定是动乱的 或许她还在有说有笑 但笑容很奇异 假如男生看他们的眼睛 男生会发现他们的眼睛会变暗 并规避男生的眼睛 2.议论本人的懊恼和伤心 在生活中真正打动男生的女人 会本能地为男生心痛 当男生难过的时分 他们会尽力抚慰男生 尽力在他们的才能范围内 给男生提供一些协助 那些不在乎男生的女人 也不在乎男生的感受 他们只关怀男生为他们做什么 和男生为他们付出什么 例如你能够通知你朋友借钱 却不还钱的费事 最近你也需求用一笔钱 你却不晓得怎样拿回钱 你觉得做一个好男人很难 假如对方不时帮你想各种方法 以致主动借钱给你周转 那他一定很在乎你的 3.偶然接近他 在生活中身体总是会更老实地说话 女人可能会为了某种利益 而用甜言蜜语恶于男生 但身体本能的反响是无法掩饰的 有一个女人遇到了一个 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男人 但他不能承受稳他 最后他不得不放弃 反之亦然 不排挤男生身体的女人 对男生根本上是好的 所以那些内心不安的男人 与其在两个恶棍之间打一架 不时猜想对方的想法 不如试着去理解他对男生有没有欣慰 了如指掌 根本上不会错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青远 鬼 小狗